北京官方25日通報說當地疫情嚴峻複雜 北京市當日又新增了15宗本土感染者 風險區也已經增加到7個 其中 豐台區、玉傳營街道、曼樓縣小區 被列為高風險區 另外還有6個中風險區 同一天 新疆以來也突然通報有22宗感染者 外界估計疫情可能已經引力傳播了一段時間 並且存在社區傳播風險 與此同時 黑龍江的某丹江市、衰芬河和東寧市 也聲稱發現幾十宗本土確診病例 當地公路、鐵路客運已經全部停運 進出城實行交通管制 不過 由於中共一貫掩蓋疫情真相 官方公布的這些數據是否有隱瞞 外界普遍存有疑問 我和你打者公布出現 除非你打者公布出現 無疑問 我打者公布出現 營地下百分之端